各位学员大家好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2022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这门课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洪伟 那么这门课程呢 其实是在2009年 助协对整个的注册会计师考试 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的时候 加入的一门课程 那么这门课程呢 其实呢对于我们啊 为了考注册会计师 这个证书的学员来说 属于呢相对边缘化的一个科目 但是呢我们不过又没有办法 这门课程呢是由两大部分组成 你看那个名字就知道 由公司战略和风险管理两部分构成 那么在这门课程的讲课过程之中 和学习过程之中 对于各位以会计财务为基础 为根本出身的学员来说 这门课程的两个内容 对大家都有一定的挑战 不要看教材 由原来的薄变成了相对厚 跟其他的教材比起来 还不那么厚 但是他的考核的过程 可能是让很多很多 没有学过战略和风险管理的学员 非常非常的头疼 那么希望呢 我在公司战略和风险管理 这门课程的基础班讲解过程之中 使得大家呢 能够尽快的切到 这门课程的主体内容里面 并且对考试有一定的感觉 这是我的任务 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呢 讲一个序言 就是第零章 序言 这个部分啊 它的重要性啊 不亚于后面所有的课程 所以希望大家在序言部分 认真的听 不要忽略 这个部分呢 提示大家 基础班很多的学员都喜欢 现在我相信有很多学员 正在用2.0或者1.8 正在听这门课程 我建议大家 欲速则不达 所以大家应该 现在就把这个速度调到1.0 最多不超过1.2 而听得非常快 你在大脑中啊 经过的时间也非常快 留痕就很浅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认真对待基础班 我的基础班呢 应该说整体的课时的长度 并不是很长 所以希望大家呢 千万不要用1.5倍以上的速度 来听这门课程 否则的话 效果会非常差 记住这句成语 欲速则不达 很有可能你会翻过来 继续再听 还不如一次就扎扎实实的 把内容听进去 我们先和大家说一下序言 在整个的这个序言过程之中呢 我们讲解了新教材 2022年新教材的整体框架 以及对22年的考试的重点 进行一些预测 然后跟大家讲解 在学习这门课程之中 应该持有的心态 也就是说考证 知识和实战 这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那么清清楚了第三条 那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太多的杂乱的想法 而注重于什么呢 注重于相应的内容的学习 和为了考试而学习的这个目的 一定要清晰 那么第四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讲 这门课程到底应该怎么学 以及在上考场的时候 我们在应试的角度 会给大家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最后我们要说一下基础班 我们的授课 是按照怎样的一个逻辑 怎样的一个过程 来跟大家讲授 希望大家有一个总体的感觉 那么在整个序言开始的内容之前呢 我先要感谢一下 从小学 我没怎么上过幼稚园啊 从小学到中学 再到大学 再到硕士 再到博士 整个的整个教育背景下 所有教过我课程的老师 以及对我的整个的价值观 人生理念有启迪的那些 不是老师的老师 对他们一并表示感恩 如果我在后面啊 讲课过程之中 讲的对的地方 功劳都是我老师教导有方 如果有讲错的 大家多提意见 都是我学意不经啊 在这儿对这些所有的老师 一并表示感恩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新教材的框架 这个新教材的框架 为什么打个引号 这个新呢 其实年年都是新教材 但是年年其实核心重点 十几年如一日几乎不变 说今年的教材 虽然说有一有一些变动 变动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我们网校给出来的新教材变动的那部分内容 你就能够看出来 其实核心的重点 其实是不变 变的都是一些非核心的点 那么在这儿送给大家两句话 教材不变 我不动 教材变动了 我也不动 其实呢 十几年如一日啊 每年教材都变 但其实每年的核心重点一直都没有变化 那么我们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教材的两大部分 那么这两大部分呢 虽然教材的名字叫战略和风险管理 但是从章节的内容上来说 我们就非常清晰的看出来 哪部分多啊 战略的内容非常多 风险管理的内容非常少 在这儿呢 中间有一张就是第五张这个公司治理 这个公司治理呢 其实呢 可以放在战略 也可以放在风险管理里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说第一大部分战略 公司战略的整个管理流程 说的就是我们教材中的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和第四张 这四张呢 把公司战略的整个的流程介绍了非常的详细 第一张 注意啊 本书的第一张并非是整个这本书的序言 而是仅仅是公司战略管理流程的序言 介绍了战略管理流程 它的概念的起源 就是我们说的到底战略的定义是什么呀 这个战略从哪来的 一会我们讲 这里面讲了核心的使命目标和创新 这三个大内容 基本上是战略这个部分的概述 然后讲解了战略分析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张 主要是对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 第二步选择战略 那么这个地方的战略选择呢 这个词啊 叫做选择是一个动词 但是我们的第三张里面的战略选择呢 说的是那些可以被我们选的战略 这是第三张 第四张呢 就是我们说的 要把我选定的战略 落实在整个企业的运行过程之中 我们叫战略实施 当然了 在实施过程之中呢 有可能会跑偏 我们在第四张里面也有战略控制 那么总而言之呢 1234讲解了公司战略管理流程的重点的三个环节 那么第五张 这个公司治理呢 既可以看成是公司战略管理流程的一个基础 一个大背景 也可以呢 和内部控制一起揉到这个第六张 叫风险管理里面去 这个呢 我们后面再讲 风险管理 这就是我们书名的后半部分啊 这个风险管理呢 早年的时候啊 其实呢 是分成了第六张风险管理和第七张内部控制 但是后来呢 觉得这个太别扭 是吧 就把这个内部控制这个部分内容呢 放到了第六张风险管理中的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内的一个内容 放在里头了 这是我们说的整个本书的两大部分内容 在这我们提前说啊 我们的授课 重点是指向了考试 而考试对于战略这个部分的内容 大概占到了百分之七十多分 七十分往上 而风险管理这个部分呢 往往是三十分往下 二十七八分 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我们为了考试 我们在公司战略管理流程这个部分 我们花的整个的课时数量是比较多的 两大部分 大家在头脑中有一个大的框架 那么在这呢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呢 实战中啊 企业找到咨询公司 因为他自身有问题 是吧 找到咨询公司 由咨询公司派相应的咨询顾问 对这家公司进行战略咨询 现实中的战略咨询是如何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跟考试无关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能构建一个战略咨询的一个整体架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往后讲课的时候 细节就知道我们在一个大的架构里面 我们正在学哪部分内容 就相当于我们先放一张大地的地图 是吧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地图去走 相对就比较简单 那么在这呢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点啊 就是整个的战略咨询 它的起点 叫做一念心动 也就是存乎一心 我们先要跟这个企业的老大听清楚啊 一定要跟这个企业的说话算数的那个实际控制人 老大去讨论这家公司如何如何如何 在谈这家公司具体的一些做法的时候 我们先要误虚 这种误虚呢 来自于维新主义的念头 是吧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谈这个念头呢 是因为所有的企业在建构过程之中 起点一定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是那个核心人员老大 他发了一个愿望 然后产生了这家公司整个的现状 通过发展是吧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要呢 一定要知道它的源头是什么 我们才好帮助它解决现在的问题 而不是说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所以我们跟老大一见面呢 在聊的时候呢 一定要让他放下自己那种表面的那种硬壳 我就是这样了 其实他不是这样的 他最早期想要创造这家企业的时候的 他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定要让他处于一种放松状态 问为什么要产生这个塑造这家企业 创造创立这家企业的这个念头是怎么出来的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愿景 愿景这个词啊 在我们的教材里头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没有他 其实呢 在讲战略的时候就没有根 有人说这个愿景没用 那我们说了 整个这棵大树 看起来是树干和树枝 包括树叶 但其实它的核心是什么 它的核心不是树干 是什么 是我们看不见的树根 是吧 它根扎的深 所以它上面就茂盛 一个企业的树枝上和树叶上的问题 往往是因为它的根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问老大到底是什么 让你有创立这家企业的这种冲动 这就是愿景 愿景这个词啊 英文叫view 是吧 V-I-E-W view 念而起的那个念头 就是愿 那么在这儿 我给大家画了一幅画啊 画的这个有点胖啊 但是其实这个唐僧啊 玄奘没有这么胖 玄奘呢 不是我们那个搞笑版的玄奘 玄奘的精神啊 放到现在一点不过时 没有几个人能够像他这样 发这种愿 这个玄奘发了这个愿啊 是要从西安啊 长安出发啊 到这个雷音寺求取真经 是吧 那么玄奘发了愿之后 是吧 为了表达他这个愿的深切 说了一句话 叫宁肯西行一不死 绝补东归半步生 这是什么样的愿望 有很多同学说了 说老师我到最后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到五十的 这种契考 是吧 这两年契考率特别高 很多人问我 说老师我我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不愿意背了 我想不考了 明年再考 我说那是你的选择 是吧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就跟企业干到一定程度 干不下去一样 就是因为他的愿不切 不深切 是吧 没有这种深切的愿 扎到扎到很深的根 你的树 你的发展 就会遇到问题 有了愿之后 然后你未来想要达到那个景 就呈现出来了 是吧 所以这种愿和景呢 是整个这门课程的灵魂和核心 啊 那但这本书没有 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愿就像什么呢 我们都学过这个杜甫 是吧 发出一个愿 因为住宿条件很差 是吧 这个这个自己搭的茅草坟 被被风吹跑了 怎么办 是吧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匹天下寒室聚欢言 是吧 这就是发了一个愿 未来的景 是不是都在那了 这就是他发的愿景 只是他没有落实 没有战略选择 没有战略分析 没有战略选择 也没有战略实施 但他发愿了 但是我们过来看淘宝的老大 马云当年摆地摊的时候 被城管追的溜溜够 是吧 最后被追的一边裹着跑的时候 当然这是我这个脑补的一个形象 裹着那些那个地摊上的东西 往外跑的时候 发了一个大愿 是吧 总有一天 我要让这些摆摊的人 有尊严的卖东西 淘宝 是吧 这个这个愿发了 这个景出现了 是吧 所以任何一家企业 都是由核心人员 是吧 创始人发的一愿 产生了一个景 是吧 然后最后为了这一个愿 来落实 是吧 来落实 但落实的时候呢 在这儿 我们跟老大谈完了 他那个愿之后 我们就知道啊 原来根在这儿 那么再往下谈 就谈一件什么呢 要赋予这个企业的创始人 这个愿望 这个模模糊糊的愿望 和未来的场景 一定的使命感 这就是有点具体吧 从模糊的一个状态 要落实 那个杜甫说完了这个愿之后 没落实啊 没落实啊 没那么多屋子啊 他也没做房地产 也没做物业管理 对吧 没有落实 所以这个时候有愿不行 光有愿不行 你还得落实 你要有一定的使命感 这个使命感呢 就涉及到了说 你到底是不是为了挣钱 你说我为了这个愿啊 我为了生存 我必须先挣钱 然后呢 我再推进我这个 向我未来的这个景 是吧 愿景来推进 那么我的使命第一 我要不要挣钱 我是不是盈利组织 然后第二 我们得知道说 我到底在哪个行业 是吧 那么 马云说了 我要让大家 是吧 有尊严的去卖这些小商品 不用在那个地摊上摆地摊了 现在摆地摊了 确实很少了 是吧 那他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搭了个平台 这就是他的行业 是吧 那么福耀玻璃的曹总 曹总 那个突然发现 整个的这个汽车玻璃 全都需要进口 做不了 他发了个愿 我愿意 让中国的汽车玻璃 在我这儿就能生产出来 搞定 是吧 不仅在中国生产 还卖到美国去 是吧 这是他的 从愿景而引发出来的使命 落实在某个行业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层面 同时 咨询师在使命这个部分 跟领导人在聊的时候 从方方面面的这种感受 就要判断这家企业 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什么样的经营哲学 那么不同的企业不一样 有的企业说我不做违背 这个违法的事 我不做 甚至有的企业说违法的事 我不做 违背道德的事情 我也不做 那这级别就高了 对吧 不同的企业 他的经营哲学不一样 这是我们说的使命里面所包含的内容 这些内容相对比较不虚 但是比愿景要实在 谈完了使命之后 对这个企业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给出这家企业的目标 注意啊 这个目标 你先要讨论一下 这个企业 你现在的一年 五年 十年的目标 到底是什么 先问企业 企业的现在 一年 五年 十年的目标 我们知道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分析什么呢 分析这家企业的方方面面的内外部环境 然后分析完了之后 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呢 发现了说 他只要按照他现行的战略和这些落实 他就能达到一年 五年 十年的目标 然后愿景就达到了 那这怎么办 这种情况之下 一般咨询公司都会贩卖焦虑 是吧 就好像一个病人到你那检查一溜垢 说没病 是吧 没病 没病那你回去吧 是吧 干脆也不开药了 没法挣钱 是吧 我说的是私人诊所 是吧 那为了挣钱怎么办 咨询公司也是 咨询公司为了挣钱 就会告诉他 说你的水平不止于此 你可以更快的实现你的愿景 你的目标定的太低了 你的能力 你完全有能力达到更高的目标 这不就是贩卖焦虑吗 当然这种贩卖焦虑 在全球非常大的这些咨询公司里头 这个波士顿 然后麦肯锡 都是这么干的 是吧 贩卖焦虑 然后提高你的目标 然后告诉你 你看 现在你用你的这个战略 就达不到你后来设定的这个高目标了 所以你需要找我来给你设定一套战略 能够达到这个更高的目标 逻辑是这样 其实所有卖商品的人都是这样 就找到你的痛点 你不痛就告诉你痛 是吧 然后让你有更高的标准 所以你就难受了 然后把东西就卖给你 然后当我们确定了这个企业的新的目标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原有的战略就达不到你设定的这个目标 所以听清楚啊 现在就引发了我这门课程的战略这个定义 看清楚啊 因为我现行战略无法达到目标 所以我就要制定一系列新的战略 让我能够达到所设定的目标 在这听清楚啊 我这么说的时候 战略不是我们相应的目标 战略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的什么 手段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我们后面学的所有内容 就是我们可以用的一种手段 我们为了是要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 这个逻辑一定要清晰 然后当我们设定了相应的战略之后 那么再有就是战略的具体化 怎么落地 相应的预算相应的计划 那么当我们做战略咨询啊 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战略的确定 以及帮助企业在各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 设定相应的预算和计划之后 就是开始企业进行改变 该创新创新 该变革变革 然后呢 按照设定的预算和计划 如果落实了 这个战略就实现了 战略如果完成了 那么包括在战略控制过程之中 保证整个战略的完成的路径 是在理想状态下 那么目标就会达成 因为我们战略这个计划 按照计划来做 然后战略这个实时的完好 目标就达成 是吧 达到了 目标达到了 我们使命完成了 是吧 一步一步的完成 使命完成了 那么我们模模糊糊的设定的那个 未来的场景 是吧 愿景就逐渐的清晰 以至于完全达到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整个战略咨询的 一个步骤 是吧 是自上而下的 在落实的时候 是自下而上 是吧 这个大家要了解 所以呢 我们这门课程呢 说所有的概念 它都是有一个起点 都指向一个起点 所有的概念 都不是凭空就产生了 比如战略 啪出来一个战略 我们战略怎么着呢 战略是什么什么什么 战略总是有指向的 有来处的 战略是为了达到目标 是吧 目标是使命的具体化 定量化 是吧 然后使命呢 又是愿景的一个具体化 而愿景从哪来 就从你的那个一心 是吧 那么很多的学员 听完我的课都说 老师你不是辩证唯物主义 那么其实这个世界上 很多东西产生 都是因为人先想出来了 然后才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对吧 那你不能说这就是维新主义吧 是吧 那么这个企业就是老大的一念 就产生了后续的很多东西 而我们说的不忘初心 非常的难 坐着坐着坐着 就偏离了自己的原来那个愿 偏离了使命 偏离了目标 往往很多企业做到最后 就忘了那个老大最初是想要干什么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整个的过程 那么好 下面呢 我们就把公司战略这部分的大框架 跟大家简单的点到 要知道我们未来的学习 到底是按照怎样的一个框架 一层一层一层的学下去的 那么我们未来在学的时候 包括我们考试的时候 拿到一道题 就知道我们是在这一个大的框架下 这道题出的是哪个部分的 我们得了解 那下面呢 我们先来看 整个的战略管理流程呢 第二章讲的是战略分析 第三章讲的是战略选择 第四章讲的是战略实施和战略控制 那么在这儿呢 我提醒大家 未来的考试重中之重 分数特别高的 就是战略分析和战略选择 那么在这儿 战略分析里头呢 讲的是内外部环境分析 是吧 外部环境分析 内部环境分析 这儿别看字少啊 就这两个分内分外 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核心的出体点 它有一些工具 我们在分析外部的时候 离我们很远的 近一点的 特别近的 都有不同的工具 内部环境分析也有很多工具 是吧 这个我们讲到第二章 我们再跟大家说 这叫战略分析 那么我们对内外部环境 分析完了之后 就进入到了第二个步骤 就是战略选择 这个战略选择呢 我们前面说过啊 就是按照一定的流程 进行战略的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是个动词啊 在这儿注意看啊 这三个环节 仅仅在第一章出现过 在现实中很重要 但是在教材的第三章 就没再提如何选战略 怎么选呢 第一章告诉我们 在选确定的 这个企业要采用的战略的时候 我们第一是要提出方案 第二要进行评估 第三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相应的战略 那么第三个环节呢 就是我们说的战略实施 就要落实已经选择好的 这一系列战略 那么现实生活中 可以告诉大家 只有10%的企业 可以把咨询顾问 咨询公司 给他们的战略选择 真的能够落实到企业的 运行过程之中 很少能够完全落实 但是我们还得讲 那么在战略实施过程之中呢 就由我们说的 硬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 软的企业文化的培育 以及战略控制 因为战略在运行过程之中 很有可能偏离了理想方向 那偏离了怎么办呢 要把它调整回来 用的是四个最主要的 战略控制工具 预算指标 衡量指标 以及平衡计分卡 还有统计分析报告 那么当内外部环境 发生一定的变动 通过战略控制系统 反馈给高层 说我们现行的战略 已经无法让我们达到目标了 因为环境变了 这个时候 整个的这个流程 会从战略控制这个点 重新回到战略分析的起点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 在我们这门课程里头 所有的流程 都是循环往复的 到头之后都有一定的机制 情况变动 然后回到整个流程的起点 再重新走一遍这个流程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战略管理流程的 整个的这个脉络 我们后面呢 就会从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跟大家呢 仔细的讲解 那么除了战略以外呢 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图 这个图大家也要了解 有一些学员呢 可能是身经百战 在这个企业里头 已经做了一段 这个相应的工作 那么理解起来就比较简单 这门课程 如果是应届毕业生 或者是没有参加过工作的 这些同学 理解起来呢 就不那么形象 你对这个企业内部的 一些管理层次 对企业内部的一些 这个职能部门 一些具体的事项 就不大了解 这一点一定要小心 是吧 那么这个图就告诉我们说 一般的这个学员 进到企业内部 往往呢 是很难进入公司治理层 除非你进到了一家 这个咨询公司 或者是你进入了一家投资公司 下面有很多企业 让你去管理 否则的话 一般的学员 进入到企业的时候 往往是某个职能部门的一个员工 那么大概率 大家都学筑块嘛 大概率啊 百分之八九十考筑块的 基本上在企业内部 都是跟会计 财务 审计相关的那种 那么你进入到了职能部门 你眼中的企业 往往是什么呢 职能部门这个角度的 平视和仰视 是吧 看到了有一些中低层的管理者和总经理一级别的 这个高层 这个管理人士 是吧 就这个级别的 是属于我们在第六章要讲到的内部控制 狭义的内部控制的这个范围 那么企业除了这个狭义内部控制范围之内的 从高层到中层到基层 这个整个的这个部门安排以外 还有另一个层次叫公司治理层 这个呢 我们就看这个图了解一下 我们后面讲的第六章 第五章会用到这个点 那么公司治理层呢 说的就是三会一层 有人说老师你这不有四个会吗 注意啊 董事会和专业委员会 其实是一体的 那么这三会呢 说的是权力最大的股东大会 然后呢 选出董事会 然后呢 董事会呢 上面呢 还有一个监事会对董事会进行监督 那么这个专业委员会呢 其实是董事会里面的董事 分成了几组 根据他们不同的专业 选择相应的专业委员会的方向 也就是专业委员会是所有的董事 组成的 组成了几个专业委员会 这是我们说的公司治理层 那么在这儿 我们把公司治理层和狭义的内部控制放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第六章要讨论的问题 叫全面风险管理 也叫广义的内部控制 是处于这么一个范围 这个我们大体有一个啊 这个空间上的这个感觉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第六章在讲风险管理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流程 刚才我们讲战略有个流程 对吧 风险管理也有一个基本流程 这个基本流程呢 我们点到大家有个印象 在给企业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时候 第一件事听清楚啊 第一件事就要了解情况 也就是收集风险管理相关的初始信息 了解基本情况吧 哪些地方有风险啊 风险大啊 还是风险小啊 风险爆发了之后 到底能够带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是多大啊 了解风险管理初始信息 了解完所有的信息之后 开始计算 开始评估 把整个的这个企业内部方方面面的风险 进行相应的排序 种类和这个严重程度和概率 按照这个各个角度进行排序 排完序之后 对于不同种类 不同损伤程度 不同概率的风险 制定相应的策略 这是大方向 就是有些风险 我们管不管啊 可以不管 也可以管 我们管到底是扛着 还是呢 把这个风险转移出去 还是我们想心办法 把这些风险爆发的概率降低 这都是我们的大策略 那么这些大的策略 要具体的可操作 可操作性的 就不是策略 而是什么呀 具体的方案 具体的方案 然后最后 其实到了这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就做完了 就做完了 但是呢 因为前四个这个环节啊 有可能做的 有问题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在整个的风险管理过程之中 有缺陷 所以呢 要加一个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 叫监督和改进 这个监督和改进呢 并不是要监督改进那些具体的风险点 而是什么呢 对前四个环节 看看做的好不好 对不对 有没有缺陷 如果有缺陷 风险管理监督和改进 要求重新改正前四个环节中的缺陷 再一次对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再走一遍 因为他前面做的有缺陷 是吧 所以监督和改进是对前四个环节的一个监督改进 这个大家要了解 那么好 刚才呢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大的框架啊 就是教材的整个的框架 两大部分 战略有战略分析 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 战略控制 风险管理从空间上有两大块 从时间上我们有这个体系建立的 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 这个大家要了解 那么好 下面呢 我们跟大家讲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2022年 我们的战略这门课程的考试的一个预测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过去是怎样 去年2021年的考试 是整个小十年考试的 这个提型的一个大的变动 因为呢 从12年计算机考试以来 这个一直到前年 始终提型提量 一直没有发生变动 单选题24道 一道题一分 一共是24分 然后多选题14道 一道题1.5分 一共是21分 那么这个地方客观题 一共是多少分啊 45分 剩下的55分 在四道简达题和一道综合题上 那么去年考试 拿到卷子一看 出问题了 提型没有变动 提量变了 也就是说在这儿呢 我们先看主观题啊 主观题虽然分数下降 从55分变成了50分 但是呢 从该阅读的数量上来说 四道简达题 一道综合题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反而又增加了两道单选题 和两道多选题 这个地方由45分 变成了50分 这是一个变动 而且这个变动 告诉大家 这些年战略的 这门课程的考试 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 它每年出特别篇的内容 有 但是不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 从过往的通过率上来说呢 战略的通过率 在这六门课里头 应该说相对比较高 可能不如经济法啊 但是基本上 它的通过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21年突然增加数量 这个给很多学员 来了一个措手不及 在此处啊 我提醒大家 不管你啊 复习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一定要记住 因为它的提量特别大 先不说这个位置 已经增加了两个单选 和两个多选 就原来的提量 基本上得有小三分之一的人 根本做不完题 还有中间的 大概小三分之一 另外的小三分之一的人 慌慌张张做完了 但最后的这个综合题 基本上连资料看都来不及看 慌慌张张的就算写完了吧 那么时有剩下三分之一 大概其能够掐着点 把整个的卷面能做完 那么我相信2021年 这个比例又会失衡 是吧 三分之一以上的人 根本做不完 再有另外三分之一以上的人 可能将将能做完 最后剩下的都属于什么呀 可能只有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能够把题全部做完 所以题量比较大 这个我们后面有应对的方法 这个大家了解 这儿为什么有个括号呢 因为在四道简答题里头 一般是第一题 第一题可能是五分 然后说你只要用全英文答题 可以总分由六分变成十分 也就是说再给你加五分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 除非你的英语非常好 这个不会影响你的答题速度 然后你那道题你用英文答 在我所知道的 这个同学里面 用英文答那道题的很少 你只要出现了一个中文 整个全算中文 要想用英文就全部都是英文 你要是用夹杂着英文的中文 这个肯定是算中文 这个是我们说的整个的提醒 2021年提醒改变 那么大概率从2021年开始 这个提醒 整个这个提量 就按照2021年的这个提量 进行相应的考核 这一点大家要有所了解 数量更多了 要求大家要更加的熟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的这些试题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启示是什么 它的特点有哪些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特点 首先就是什么呢 字特别多是吧 最早期的时候考试啊 那个选择题里头 往往都有针对教材的一个 这个相应的内容 直接出题 那句话可能很短 但是现在呢 往往都是用案例的方式 来考这个客观题 那么你知道 大家要知道 要用案例的形式呢 这个字数就很多 你得讲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 然后怎样怎样怎样 那么不单单是这个简答题和综合题是案例 那个客观题都是案例 所以直接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几年的整个的卷面上的这个字数啊 不断的提高 要求我们的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能力 要有所提高 那么它的启示就是 我们一定要多练 那么在这儿呢 我提醒大家 多练是多练啊 大家要珍惜过往的试题 那么我在讲课过程之中呢 会把过往的试题里面提出来一些 给大家分享 看看这个过去的题是怎样的 标准答案是怎样的 那么大家呢 如果在后面练习的时候 希望大家在习题班 以及在最后的模拟的过程之中 你可以拿啊 这个网校的这个模拟题去练 但我希望大家最后拿一套过去的试题 比如说2021年的试题 中逐学到了三四月份吧 会公布的 是吧 拿这个试题 你自己掐表来训练一下 这个其实特别的重要 就算是你以前见过一些题 你也拿掐表的方式 把这个试题来训练一下 只有多练 你才能找到答题的节奏和答题的感觉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特点和启示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重点啊 非常的明显 重点明显 但是全书覆盖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考试啊 把所有的章 不敢说所有的节 因为有些小节 肯定可能是不出题的 所有的章 以及几乎所有的节 小节都会有题目出现 全书覆盖 那么它的启示是什么呢 注意啊 这个这个核心的重点来了啊 就是要全面复习 但并不是各章各节都要用同样的经历和时间去复习 一定要突出重点 那么在这儿呢 提醒大家这一点啊 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之中的每一章 我会告诉大家 过去是哪些小节出了考题 那么在你的复习过程之中呢 要有所取舍 我们的目标 不是要考一百分 即便是每次考试考完了 是吧 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会说 说老师有好多偏的题啊 那个题特别偏 那个题特别偏 但是我告诉大家 偏题永远是少数 我们的目标不是把偏题都做对 我们的目标一定是60分 所以说呢 我们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之下 有些同学可能一下报了一冲动 是吧 那个院一下发的太狠了 是吧 一下报了五颗六颗 那你觉得啊 有些科目可能时间不够 这个时候 你就要突出重点 去复习 尤其是临近考试的时候 一定是反复的去看那些重点 重中之重 其实内容不太多 是吧 那么相反来说 有80%的内容 其实出的分只有20分 我们老说二八定律嘛 有20%的内容 可能占80分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作为一个特别特别熟悉 这个考试制度的人 应该抓住这20% 了解其他那80% 上到考场上 用这20% 去获得80%的分数 获得不到 怎么办 也要达80%里面的80% 8864 64分搞定 对不对 然后剩下那80%的内容里面 可能只要挣20%的分数 挣他个十几分就够了 所以在这儿 重点突出 是这门课程能通过的 核心的要点 算是绝招吧 是吧 就突出重点 那么有些题目呢 是非常的刁钻 而且难以啊 去辨别的 尤其在客观题里头啊 那么在这儿呢 就是我们说的 主观题 总有意外的偏题 但是不多 基本上在卷面上 偏题 也就是占了十几分 20%不到 也就是十几分的样子 是吧 所以这种偏题 要有一定的应对的方法 我们后面会讲 那么客观题呢 总有大家看了半天 不知道他说什么 是吧 我是谁 我从哪来 是吧 我在干嘛 是吧 不知所云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有一定的应对的方案 这是我们说的刁钻且难辨 那么再有就是 虽然我们的题型里面 有一道是综合题 但是整个这门课程的考试 它的综合程度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学习战略 这门课程的时候呢 不用跨章节综合的去理解 只要知道 它的大的跨章节的逻辑 然后学的时候 是学的每一章里面的 具体的知识点 最后我们在答 这个主观题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就一个知识点问你问题 你只需要知道 这个知识点是什么 把你背下来的内容写上去 这个分就拿到 至少 这个一大半的分拿到 后面再贴一贴内容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跨章节综合理解 这是我们说的 近年来的试题 它的相应的特点 和给我们的启示 那大家要有所了解 那么重点来了 就是2022年考试的重点 2012年机考以来 题型和风格变化不大 几乎没有变化 当然了 初题的风格 在我印象里头 21年 20年 19年 18年 这四年的 你要看试题 你就会发现 它的风格很像 风格很像 然后呢 17年再往前 171615的 风格有点像 这是两大块风格 但基本上变化不大 那么重点是什么呢 核心的重点分数 就是在战略分析 和战略选择 也就是我们说的 第二章和第三章 那么这个部分啊 我们再把它的重点 再压缩一下 就是第二章的全部 加上第三章的 一 二 四 把第三节给它抠一下 第三节内容太多了 其实这两年啊 第三节内容 其实分数也很高 我个人认为 从效率这个层面 把第二章和第三章搞定 基本上你就及格了 然后呢 如果再压缩一点 就是第二章 加上第三章的 第一节第二节 再少少的加一些 第四节的内容 基本上奔着六十分去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然后呢 四重要的 就是我们说的 第六章的 这个两件事 一个是风险种类 一个是风险管理体系 切记啊 我这里说的重点 不单单是专业阶段 等你把专业阶段通过了 去奔的综合阶段考试的时候 战略的核心重点 依然是第二章战略分析 第三章战略选择 和风险种类 加风险管理体系 就这四个大方向 那么战略和风险的这个分数比啊 早期的时候还比较靠近 那这个四十多 奔五十多 往来比 后来就是四六 后来就是三七 是吧 就是战略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分数 风险管理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分数 是吧 那么2022年的试题 预计啊 跟去年几乎是一样的水平 到时候我们拿这个21年的试题 大家拿到了之后 可以这个自己先把这整个这个 我们这门课程学完了之后 你拿那个2021年的试题 先来一遍 掐下表 是吧 掐一下表 这个挺重要的 时间还是很重要的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2022年的重点预测 那么大家在学基础班的过程之中呢 重点在于理解 千万不要从一开始 学一章就背一章 效果不好 你等你背完了 等到考试呢 还好几个月呢 早就忘光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贯穿于我们学习过程之中的 一个是深入的理解 一个就是要什么呀 贯穿相应的逻辑 这个逻辑有了之后啊 就跟我们这个高考之前 我们要学物理的时候 有很多公式 你可以背 你也可以推 对吧 你知道最基本的公式 你能推出来 而战略这门课程 它是非常讲道理 它是按照理 能够推出来 所以你知道这个逻辑 那么对于我们的主关题的答题呢 其实呢 是有很有帮助的 就算了 但是这种逻辑 是一种逻辑的 所以我们要教授